到加油站加油打開手機APP 員工條碼一掃就能付錢 原來他拿的是中油節力卡 裡面已經儲值1萬塊 沒想到正常付錢 事後竟然被警察找上門 原來這名司機日前到中油加油 碰上有人向他便宜販售儲值卡帳號 花幾千塊就能使用1萬 覺得划算 沒想到這帳號裡的錢 是對方倒刷來的 不法集團利用人頭門號 註冊多個中油行動節力卡帳號 在透過大陸共犯盜刷信用卡 加值1萬塊後 到中油鎖定加油需求高的問獎 或是貨運司機 以每個帳號6到8千元的優惠價轉賣 收購的人以為撿到便宜 沒想到最後也被以詐欺罪送辦 新北市刑大警方跟肩搜證 鎖定一名25歲邱姓主嫌 上門逮人 睡到一半發現警察找上門 已經來不及逃 雙手被上銬 根據調查 他過去就有類似的紀錄 警方也調查 已經有70個人受害 不法獲利將近兩百萬 嫌犯會利用中油行動節力卡倒刷 就是因為除了可以現金儲值之外 也可以利用信用卡線上加值 方便倒刷轉賣 警方也呼籲來路不明的儲值卡 別隨便購買很有可能是 不法集團洗錢變現的手段 避免沒撿到便宜 還變成共犯 TVBS新聞